大家好 欢迎回到法庭芒新闻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12月9日星期四的中时间 今次我是许刘先生 请大家like我们这段影片 柳克言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整项部 沙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有关于上年六四非法集结案 那么多个被告里面 黎智英 为老不尊 学人不认罪 还有周幸彤 何桂南 两个加上三件 齐齐都是较早前否认的 善惑和参与未经批断集结罪 都是不认罪的 那再者 何桂南和周幸彤在庭上真的非常严衰 明明就是想借着什么悼念六四这些 吸一下眼球 拿下美光灯 拿下报导 或者叫他痴下不同人 制作一些叫协同效应 就是被人觉得都是一个民主斗士 假扮伤感 一个晚上 谁知道呢 说得凶狠 然后在庭上认就不敢 还在扭来扭去 还记得何桂南竟然敢死 说不认理卓仁也敢 周幸彤还说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来 我不太明白 其实这个是支联会的集会 没有叫外人来 他们来到 我不知道什么事 说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是呢 在这宗案开审之前 或者还押之前 都说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甚至乎是说 叫政府不要以疫情为理由 阻止他们这些有政治意味的集会 即是说来达到特区政府的政治目的 说防疫抗疫都是只不过的手段 那你是不是也很同意这些六四非法集会呢 那我们回到法庭的情况 好不好 开庭之前很搞笑 今天特别多 肥佬黎的亲友和旁听诗都特别多来支持他 为什么呢 爆了一句 黎先生 生日快乐 喂 大佬 在监狱里面怎么快乐 你玩我啊 不过黎智英都有向他们揮手示意 有弄个非闻去叹一下 黎智英呢 不要紧 他其实就是12月8号生日 昨天差了一天 不要紧 今天才见到他 是不是 那我们在这里 都补足黎智英 年年有今日 岁岁都有今朝 恭喜了 希望你原来坐牢很快乐 坐了这么久 我想都已经开始习惯了 说不定 可能结识到新朋友 都一件事 那就不知道 拿景定赞兴了 这一句叫做黎先生生日快乐 如果三个友仔来说 周恒彤是两项罪名都是罪成的 即使分别是善惑他人 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 还有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都是罪成的 例子就是善惑 而何桂南只中了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 即使如果未来判刑的话 周恒彤应该会重点 即使他会坐牢的刑期会比较久一点 现在暂时未知判刑是怎样的 未来下星期一 即是13号的时候 就被他们进行求情了 今天胡雅文法官就颁下了书面的理由 亦都说上载到司法机构的网页 都无谓浪费时间了 自己自行下载 和大家谈谈谈谈谈就OK了 说到是什么呢 黎智英在案发当天的晚上 正常6点多钟就去了维远外面的噴水池 也都和李卓人 何俊仁 这样那样站在一起 也都说曾经有一小小时间 也都是见到何桂南的 之后 什么李卓人 何俊仁 黎智英 一起见那些传媒 也都有包括他自己的苹果栋新闻 所以法官说 绝对是可以肯定当天黎智英去到这个噴水池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了参与这个记者会和当晚6点半举行的六四烛光集会 而黎智英亦都在记者会完结之后 有走进去维远范围 他不是掉头走 就是掉头走都还可以扭扭 但不是嘛 你还走进去 因为黎智英的意思是说 我路过而已 你都当我是 路过 为什么你去完记者招待会 你又不是走回头走的 法官就认为 黎智英的行动明显是为了支持支联会 在警方反对底下仍然继续举办的烛光晚会 大家都知道 黎智英和支联会的政治理念来说 也是很近的 而且是知名的公众人物 也都再数回 黎智英原来在案发之前的两天 也都接受过传媒的访问 也就是他自己的份苹果日报 呼吁大家要出席这个烛光晚会 自己份报纸害死自己 真是好笑 法官就因此认为 他的出现已经是一个呼吁大家参与当晚美经批准集结的举动 所以也都不需要透过什么文字的线画 即使他整个人再绑绑苹果日报 基本上已经很足够了 也都可以线画到其他人参与 即使间接来说 他两天前 这个什么传媒访问 很明显就是呼应他当日为什么会现身 这个目的显然意见 好了 我扔到周幸彤那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到都好像 我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那样的 那法官又怎样拆解他这件事呢 由李卓人那边成为一个重点 他的讲话里面可以知道 支联会当晚是准备不理会警方的反对 他继续举办这个六四晚会 而周幸彤也有出席这个记者会 也有份帮助分发这个蜡烛 再看周幸彤Facebook的铁文 虽然他说没有很明确邀请人出席这个烛光晚会 但是他又在文中写着今晚见 虽然周幸彤自己的解释就是 我说今晚见而已 我都没说去哪里见 人马底不行啊 旺角不行啊 深水埗不行啊 荔枝角不行啊 我又说在维园见什么 就是有这样的意味 但是呢 法官的意思是 要贯穿他之前所说的东西 或者去过的记者招待会 而且他的政治理念和那个行动 即是派蜡烛 那时候我都记得很好笑的 说何桂南就说 不知道 那我走走马路 走走走路也有人塞什么蜡烛给他 塞个纸兜给他 塞着塞着塞齐 那不如你问一下 为什么会 无端端点着了 你也没有说为什么会点着了 那接着 胡亚文法官都说 所以就认为 控方已经成功证明到 黎智英和周幸彤 两个人是明知有关的集会 属于未经批准集会 但是都仍然煽惑他人去参与 所以两个都是中了线华 那刚才说到周幸彤是喜妈的 而至于周幸彤和何桂南 都中了参与未经批准集会罪 那为什么呢 法官就认为 两个人虽然自变的时候 已经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当日会身处遗远 因为何桂南说着说着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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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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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幸彤的意思是说 这个呢 我都是类似是路过的 只不过呢 刚巧 诶 原来人哥在那里搞集会 或者在那里派蠟烧 或者意思是 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集会 不要紧要 你给支蠟烧 我便拿支蠟烧走走走走 就是他意思是说 我来打个圈 不关事的 我不懂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的 胡亚文法官都很清晰了 两个字可以形容了他们现在的说法 荒谬 就说明显在回避问题 所以法官拒绝接纳他们这两个人 这么天荒野谈的说法 天荒野谈这四个字我加下去 倒转了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说 什么东方日报这些 又说战司底 又说律政司方面做不到事 我们听一听 法官也有赞的 就说控方反而是证据非常明确 两个人的的确是明知这个集会 是未经批准 但仍然继续去参与的 还有一点 他们三个辩方大律师 都有帮我们讲过这一点 也都可以拿出来讲一下 他说就着这件案 涉及到 《公安条例》里面的17A Q3 提出了一些叫宪法上的争议 质疑有关的条例 对于集会的自由 构成了一个叫做不合比例的限制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但是我经常觉得他们 执着这条条例来说 都是叫做为拗而拗 我不知道 每次拗这个 都是死的 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但是依然都继续拿出来讲 究竟你是压时间 还是被你的client 觉得你真的好像有做事 还是怎样 那么法官就认为 根据中心法院的案例来说 被告所提出的理据 是并没有合理 和可以争议的地方的 即使那一点就说 有没有搞错 因为防疫抗疫就不准 我们 搞集会 那是否剥夺了 我们的自由呢 他们也都说过这一方面 那个叫做宪法的争议 就说到 即是5050的 那现在呢 胡雅文法官说 不是5050的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也都说到 警方当时以公共卫生为理由 反对这个集会的决定 是属于合理的 所以拒绝了他们提出 这一方面的叫做宪法争议 那现在建案 刚才也说了 13号呢 才再听他们的辩方 怎么帮他们求情 那他们自己就不会出来说 因为已经炒了车 失败了 那求情就交给他们 请回来的辩方帮帮忙 那就已经OK了 那笑死鬼了 那现在呢 他们都是继续照这样说 尤其是那些旁听司 就是觉得 他们不是的 就是明知周幸彤 何桂南 是说大话的 明显 在法庭里面 说一些这样的说话 目求 将自己叫做脱身 或者叫做减低自己的刑责 和那个罪名 那些旁听司 或者其他黄友 真的不理3、7、21 仍然觉得他们这样说是对的 觉得他们礼横切曲 是好型 做得好 他们不是说大话的 就是他们的意思是说 我们面对着这些极权 甚至乎法庭已经成为了政治的打压 他们的工具 面对着所谓的叫做敌人 是不需要跟他们说那么多道理的 也都不用跟他们说那么多道理的 什么骚髒、骚髒手段都可以做 做完还要为你们欢呼拍掌 这些就是黄友一贯的思路 其实也挺可惡的 就是你们做任何违法的东西 完全违反人性和常理 都还可以为你们欢呼拍掌 一定要的 你不为他们欢呼拍掌 就下个月就轮到你了 还要是无所不用其极 这样来到对付你的 这帮人基本上都没什么人性 我自己看了 那未来他们会怎样去求情呢 三个呢 以黎智英已经是欲宣到爆了 但那两个呢 真的非常欲宣 有什么立场姐姐 有什么正义啊 有什么周幸彤 有什么香港女儿啊 有这样那样啊 你练一个你自己这么坚持 支联会六四的理念的集会 你都不敢承认 大大方方地说给人 是啊 我是搞非法集会啊 我要烛光不灭啊 吹咩 喂你练一句呢 这样的说话呢 都说不出了 不是吧 这些不是香港女儿 香港恥辱来的这些 那好了 我们来着呢 看一看呢 他们在 来着的判刑究竟是怎样了 我相信呢 他们都几大机会呢 可以在叫监狱之中 渡过他们的圣诞的 那当然呢 黎智英已经坐着了 但是两个呢 有望成为女子监狱的新鲜人 一齐呢 就穿着那个绸衣 在监狱里面呢 好好认识一下了 当时候呢 在这个 维园 可能未必有那么多时间 给你谈谈谈谈谈 来着啦 慢慢谈饱他了 似乎一世呢 应该周幸彤会坐得来过 何桂南的 那这儿就不得而知了 好 我们今次呢 来到这儿先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